我出钱 你就当真正演出一样 从头到尾给我演一遍 行吗 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啊 你以为 有钱就能看我安晓爷演出了 美得你 我说你个臭唱戏的 晓爷 老二 你也在这 我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凯夫银行同意我去实习了 真的 杜姨 恭喜你 说了半天 我当什么好消息呢 原来就是这个呀 你舅舅是银行的行长 人家敢不让你去实习吗 是不是 不是 老二 你看啊 我既没跟银行的人说 我舅舅是银行行长 我也没跟我舅说 我要去凯夫银行实习 你 你这 忠义 别理他 好好干 让他们都看看 咱们忠义啊 是凭本事吃饭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你看你都有了工作了 这么着 你请我们哥几个吃顿好了吗 既然老二 你看啊 这个银行实习期间 没有工资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她的德行 还称不着 你请我们吃个生煎也行啊 对不对 表达一下你的心意 你别为难我了 我对了 你呀就别逗她了 对了 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说啊 万豪俱乐部啊 从今开章了 这说明啊 小腾一郎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那最后日本人给了个什么结论啊 好像是说 小腾一郎 在万豪俱乐部附近 遭遇不明武装分子袭击 不幸身亡 万豪俱乐部及所有店铺 停业整顿一个月 这帮小日本子 这主意好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应该 让老欧请我们吃一顿 好的 我看够呛啊 人老欧这两天正忙着搞私善呢 估计没时间理他了 我晚上打个电话问问吧 行 没问题 我打我打 等着我打 安先生 你好 蔡老板 蔡先生 你好 你的朋友员来了 蔡老板 今儿穿得够精神的啊 什么情况 安先生 咱们戏园的生意啊 一天比一天好啊 每天的票啊 用不了一个时辰 都卖光了 安先生啊 你可是我山雅戏园的 大功臣哪 不敢当 蔡老板 如果要是说咱们戏园 有一些成绩的话 那绝对不是我安小叶一个人的功劳 是上上下下所有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 哎呦 我说安先生啊 您可太谦虚了 哎呀 这些日子我思前想后的琢磨呀 我应该代表戏园子 对您表示一下 所以呢 我就擅自做主 您请收下 又是 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啊 这么多钱 喝 蔡老板 你这可是大出血了 啊 应该的吧 还有呢 还有件礼物送给你 安先生 还有礼物啊 是吃的吗 哈哈哈哈 三位 安先生 您请 跟我来 走 安大老板 开个眼睛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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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老师 今天呢 是个喜庆的日子 但是天宫不作美 让大家挨动了 辛苦住位了 这里虽然拓敲了一点啊 可是我们的慈战收容所呢 已经动工了 很快就能建成啊 请大家 请大家 在这个临时收容所 暂时地委屈一下 暂时地委屈一下 我们的宗旨 是让更多的人 不再受苦 不再挨饿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马上开饭吧 好 大家不要着急 每个人都有 大家不要着急 来 来 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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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板 您说的那个礼物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安先生 几位 请看 什么玩意儿 蔡老板 这是 蔡老板 这就是你说的小玩意儿 啊 对了 你可太下血本了吧 那应该的应该的 蔡老板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嗯 安老板 你一定要收啊 可是 可是我不会开车呀 你不会开车 我会开呀 哎 怪不得人家说你女人呢 连车都不会开 连车都不会开 你说谁呢 你呀 哎 好 蔡老板 对车 我收下了 好 哎 这车真不赖啊 注意 啊 叫我开车 哦 哎 哎 那个小艳 你看 驾驶舱在那边 连驾驶舱在哪儿都不知道 还开车呢 哈哈 我就喜欢走这儿 闯开 嘿 怎么那么吝啬啊 啊 嘿 注意 上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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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车了啊 哎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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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你慢一点 还给别老拍我 你不要走 打方向打那么多 往直开 往直开啊 哎 我没动呢 他自己动呢 哎呀 他怎么可能会自己动呢 你看呢 你慢一点 油松一点 哎呀 哎呀 你看你会不会开车呀 哎呀 这哪坐车呀 不是坐船呢我这 先坐船呢 别说话 哎 不是 快这个 快开车 快开车 快快开车 快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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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脚高度了 你开的车 怎么能吐成这样啊 晓月开车很上瘾 于老二已经不行了 我也快不行了 开得好 谁都不服服注作了吧 不错 帮助消化好了 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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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又再不开了 于老二 臭了 快点了 赶快找找 找找我那肾没吐出来吧 快 快 老师 金白同志 组织上经过深正的考虑 原则上同意了你的建议 真的 那太好了 是啊 如果真能把这几个年轻人 给争取过来 那对咱们整个上海的地下党建设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你放心 他们的工作我来做 不过金白 还是不要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 是 欧天泽他们出身显赫 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完全是出于自愿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打压日本人的销商企业 这一点绝对值得肯定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习惯了单打独斗 是否愿意接受组织上的统一领导 这是目前需要搞清楚的 我明白 他们做事的确是有些我心我素 就拿小腾一郎这件事来说 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胜过了一切 为了救林白 他们不惜与小腾一郎撕破了脸 可是 他们肯定没有想到 因此造成的后果 如果让小腾一郎掌握了整个局面 那他们的身份就会暴露 因此造成的后果 将不堪设想 是啊 这正是他们不常说的地方 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定要救 但是怎么个救法 一定要经过慎重考虑 要让他们知道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一个多月没来咱的老根据地了 还和从前一样 东西一点没变呀 唯独 少了林子 他 那个 昨天晚上 我还梦见林子了 我梦见她和我说 那边没什么好吃的 胡说八道 林子在那边一定很快乐 因为她知道 咱们哥几个都好好的 这屋子里 凡是林子摆放的东西都别动 别搁念去 来 开一会儿 来 陪你打一刀 对这几个年轻人的引导 要循序渐进 千万不可及于求成 否则我怕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金满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明白 我会注意方式方法 我在想 如果用我们的行动 来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方式 收到的效果 会不会更好 这一样自然是最好 但是在他们的态度 还不明确之前 千万不可以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我知道 金满 等等 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北平 为什么 北平那边情况比较复杂 小吴牺牲以后 那边的地下交通站 基本就宣传了停滞 需要有人过去 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就这几天吧 我走以后 组织上会安排新的联络人 来接手这里 新的联络人从事秘密工作多年 经验是非常丰富 而且对上海的情况非常了解 是很有经历的一个人 要是你放心 我会好好配合她的 保重 保重 金老师 你怎么来了 这个送给你 这是什么 金笔 不行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而且无缘无故的 我不能收 不行 你必须收下 上次多亏你跟我收了那么多 你看 我好了 这 金老师 我不想欠你太多 嗯 那好吧 我收下 那好吧 我收下 以后 我有礼物再回给你 我想 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撒野去 撒野 对 去马场 我帮你挑一匹合适你的马 你一定会喜欢 还是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带路 走 小鸡 快走走 小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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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 快快点 你快快快 快快快 小鸡姐 来 来 谢谢 小鸡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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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迷你 小鸡姐 小鸡姐 好 老师好 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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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两个人如果过来 那老师教你们唱的歌 都会了没有 都会了 你会了 你会了吗 我 你过来 你来给大家唱一个 面称 对 床英雯 若道边 芳草碧廉天 晚风拂流地盛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阳 日之江 今小别猛寒 跑掉了 小板东唱得好不好啊 跑掉了 跑掉了 可是我觉得小板东特别好 有勇气唱出来就是最好的 那大家都去那边等我 一会儿给你上课好不好 好 好 去吧 来 等老师来吧 我们去 坐位上课 去吧 来 慢点 别着急 别睡觉了 这些孩子是 他们大多都是孤儿 大部分从医生下来 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他们的父母 大多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你别看他们 平时高高兴兴 无忧无虑的 可是接触久了 你就会深刻地体会的 其实他们的内心很恐惧 很需要我们去关爱 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就好了 很简单 你只要有时间多陪陪他们就行 你经常来这儿陪他们 我一有时间就来给他们上课 跟他们玩 陪老师可以上课了 好 我马上过了 滚 小朋友们 我们准备上课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 上次教你们唱的纵别好不好 好 好 老师唱一句 你们唱一句 你唱 我 Lip one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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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变 芳草的变天 芳草的变天 这位新来座大伙 颇守天皇的气农啊 那是肯定的影响 自从小藤一郎死后 这个位置一直在空缺 可日本司令部里面 据说是真的 头破血 可结果怎么样 人家直接从日本本土空降 可见此人绝非是胆闲之辈 是啊 上海是中国的经地命脉 日本人派了这么一个重点动物 做成上海 可见日本人对上海的重视 现在的上海 其实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 光在我这里备注的日子企业 就近达上百家 应他两国可就逊色了 可不是吗 这个全面占领了 那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回咱们几个 算是提前给我准备了吧 对了 对了 法族界里那个治安总署 有没有划到你这里啊 你是说颜德旺 此人以前长得有法官给他撑腰啊 那是嚣张得很 现在怎么样 见着我警察署来 那是绕着走 他 打我两天的 我受憋了他 我受憋了他 我愿意 那是 我来看看 朱森 好像是 帮助你 突然在哪里 一路 是 一路 走 二路 近日 请坐 北人 刚刚从本土来到上海 临座之前 又不幸见到了天皇陛下 和天皇陛下的一些交谈 收获破风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单身们帝国 很快 竟要接管中国 共荣中国 尤其是上海 天皇陛下 为大东亚共荣 日夜操劳 日历晚期 那我等小民何其荣幸呢 他们请报警 我等定会为皇军 效全满之劳 为了带日本帝国 为了带日本的勇士 赶飞 老欧 这破玩意儿直接拿车拉回去就得了吧 那费了半天进 我看还不如送点吃的喝的呢 要是说实在啊 肯定是没吃的喝的实在 但是老欧说了 我们送的不是钢琴而是音乐 而音乐是陶冶情操的对吧 老欧 陶冶可屁了 行了 中业 别跟他说了 说了对不动 老欧 按多远啊 你少说两句就到了 你们帮我吃点劲啊 快点 快点 贵佑大夫 日资企业 实际上已经先一步占领了上海 商业领业的领先 英法两国远远无法逼你 是啊是啊 我作为警察署的署长 定会竭尽全力 保证日资企业在上海 安枕无忧 请贵佑大佐放心 但日本帝国 很喜欢你们这样的忠诚 等皇军占领了上海以后 我会为你们提供的 感谢贵佑大佐的赏识 大佐 近期上海呢 自然都有反弹 来此之前 我了解到 在上海的众多日资企业中 唯有一家昌龙艺术公司 不在警察署的护卫之列 我愿意 为皇军所有在上海的企业 保驾护航 请大佐批准 把这家昌龙艺术公司 也归属到 我警察署的护卫之列 如此一来 大佐便可高枕无忧了 你对这家月术公司很感兴趣吗 没有 没有 大佐呼呼回了 我只是 只是听到了什么 不不不 在下什么都没有听到 没有 没有嘛 不要为他赏了我们的兴致 只是喝酒 干杯 干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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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小朋友们 过来看看这什么呀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看看 看看 看看看看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啊 知道吗 风起 呦 还真知道啊 哈哈哈哈 哎 你们知道怎么弹吗 不会 哎 哎 小爷 你会弹吗 嗯 这个我会吧 哎 小朋友们 你们这里边 有人会弹这个琴吗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叶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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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岁了 哎 老龙 老龙 你向后来了 哎 大家看谁来了 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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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师 这是 他们几个好心人 给我们送来了一台风情 以后我们就可以 用风情练习了 是吗 小朋友们 有没有谢谢叔叔啊 谢谢啊 谢谢 孙老师 拜拜 哎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啊 谢谢你 不客气 向金老师学习 哎 小朋友们 你们愿不愿意 金老师 还有这个大哥的叔叔 跟你们一起 弹奏一首曲子呀 愿意 愿意鼓掌啊 愿意鼓掌啊 好愿意 来 小朋友 来 小朋友 回来了 来 小朋友 来 小朋友 来 弹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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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弹琴 过来 弹琴 过来 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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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我跟这位叔叔 给你们伴奏 来 弹琴 咱们唱之前学过的宋遍 好 好 好 来 你的歌里 好 好 预备 请 好 mater 嘞 蛇芸外 古道变 风草逼殿殿 不肴炎 廷灯殿 一壶中 秋极玉还 今晓边沙 天之遥 地之交 之交伴雷落 漫封鎮流的盛钻 今宵遍寒 荒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天 漫封鎮流的盛钻 还真是般般啊 太令人羡慕了 怎么着 个儿去干 撤吧 别耽误老欧谈恋爱了 看来我们遇到二 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吧 别说了 我也经历过 走走走走 我不跟你们来一起走啊 搬这么重的东西还不管饭 我自己去吃下东西 不理你们了 这小子 太不仗义了 走 我值得哪有一家馆子特好吃 我请你 走走走走 好 我请你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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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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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不行不行 这个两个输钱了 捉钱结账 这是规矩 对 对 不行不行两位 给钱 这个 查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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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给钱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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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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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快 别走 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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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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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别走 住手 住手 偷哪儿把我住手 住手 二位朋友 这是怎么了 我们家的伙计伺候不周 也不至于动手打人吧 大嫂 他们出了钱 我给他们要 他们就揍我 对对对 这个我可都看见了 是他们两个先不给钱的 嫂子不能放过这俩洋鬼子 对 不能放过这俩洋鬼子 不能放过这俩洋鬼子 对 对 行了 都给我闭嘴 二位朋友 你们看 这大家伙都看着呢 既然你们错在先 还是给钱吧 好 钱我们能给 他们撕破了我的衣服 给钱 那你还打了我们的人呢 怎么算 就这样 就这样不算 我的朋友也受伤了 快点让我们走 我们会逐渐还有事 不然我们恐高 你们欧倒外国人 你们这个渡场不想开了 再给我说医院 再给我说医院 快说医院 快说医院 住手 你 既然 大家都有损失 我看不如这样 我们呢 得破一回力 二位先回 回头把钱给我们补上 今儿 这事咱就算完了 你们觉得如何 好吧 你看 这位小鸡 很好 送你们走运了 你 别走 别走 你 这人都走了 要是能回来 才怪你 你也我不知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谁让我们动手打洋人的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该干活干活了啊 娘们儿就是娘们儿 要是大哥在这儿 你说什么 这 有本事给我滚回来 再说一次 没事 没事 大嫂 瞎说的 瞎说的 来 走走走走的地方 下活了啊 别玩啊 别玩玩了啊 堵起来喽 堵起来堵起来 一百块啊 谢谢啊 谢谢啊 上马 慢走 谢谢啊 谢谢啊 小姐 小姐 你看那块黄色的 和那块蓝色的 都不错呀 你闪啊 谢谢家里头老早就有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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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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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出展都是由白脸开始的 钟银 你学了 你 你 你好 你 你 你还记得我吗 不行 不记得我走了 你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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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过你的生日宴会 我去中日 行什么呀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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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行不行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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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在圣经都见过你 我爱吃圣经 你爱吃圣经吗 给你 我在了吗 谢谢你 我在了吗 给我 给我 我在了 你给我去吧 给你吃吧 给你 给你吃吧 再给你二碗杯 你给我吃 给你买吧 别笑了 别笑了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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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泰泽 谢谢你 我没想到 你能为孩子们 做这么多的事情 真的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 其实 我小时候也是在 穷人队里长大 看着这些孩子 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的倾苦和不容易 我心里深有体会 金老师 谢谢你 让我 又回到自己的童年 而且让我有机会 能为这些孩子 做些事 看来我的直觉没错 你虽然是富家子弟 可是你有正义感和良知 在富人圈子里 能保持一颗这样善良的心 确实让人钦佩 其实 的确有为父不仁的人 但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部分的人 对富人都有偏见 至少 我对你的成见打消了 也不 金曼 其实 其实从北平离开以后 我就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我每天 都会惦记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你救过我 我又伤了你 然后不辞而别 我内疚 我想明白了 我必须要把我心里真实的想法告诉你 其实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就住到我心里面来了 天泽哥 小雪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小雪 天泽 你快去跟他解释解释 快去啊 媳妇 你回来啦 你就难得了 都没出去鬼混 媳妇 你看我是最听话的 你哪能随便出去呀 是吧 小姐 您就开开门吧 您从回来到现在 都还没吃东西呢 小姐 这样下去 您身体会受不了的 快开开门啊 小姐 怎么回事啊 老爷 您看小姐她 小姐 开开门 是爸爸 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谁欺负你了 告诉爸爸 爸爸去收拾她 小姐 这 宝贝 宝贝 别哭 别哭 你这是怎么了 来来来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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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好了 你们下去吧 是啊 少跟我来这一趟 我还不知道你 你这是没得玩了 才跟家呆着 你知不知道 最近那洋人老去我们赌场捣乱 丑死我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捣乱 敢惹你鱼儿爷的媳妇生气 我非得狠狠地抽这么一顿娘 给你出了气 趁热吃了熊心抱着打 打打打 你说你除了会打解决问题 你还能干点什么 那 那 媳妇 那你说怎么办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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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也是白问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宝贝 宝贝 别哭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别哭了 别哭了 宝贝 别哭了 是哪个混小子欺负了你 你告诉爸爸 是不是欧天泽那个臭小子 不是 就是我自己心里不痛快 那你不痛快 总得有个原因吧 啊 小雪 是不是欧天泽 对你做了什么 我总算知道了 天泽哥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这 这不可能 只有我闺女不喜欢他的道理 哪有他 啊 果然是这小子惹了你 你等等 等我见了呢 我好好照顾你 爸 不许你这样说他 你 天泽哥要是不高兴 我也会不高兴的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你可让爸爸怎么办啊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好好好 别哭 别哭啊 好好好 爸不找他 不找他 啊 别哭 你看看 要不我就说嘛 还是我媳妇最能干 媳妇 媳妇 你辛苦了 给你捏那尖 舒服吗 媳妇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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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媳妇 走 走吧 不要 哎呦 走吧 媳妇 怎么样 哎呦 走吧 哎呦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哎呦 走 走吧 不 我的小祖宗 你倒是说句话呀 至少 你先吃点东西 好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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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一个叫许文静的小姐求见 许文静 她说她是卡西诺赌场邵东家余文墨的夫人 是老于的儿媳妇 她找我干吗 好了 你让她在客厅等我一下 是 爸 我也要见这个许文静 你见她干什么呀 她丈夫余文墨是天泽哥的好朋友 好了好了好了 张嘴闭嘴都是你天泽哥 我 天泽哥 我会见到你这些许文静的好朋友 我会见到你这些许文静的好朋友 感谢观看